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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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財運運通 又是一個禮拜的先開始 禮拜六禮拜天 不曉得投資朋友 在家裡有沒有好好想過 我給你分析的行情呢 那你覺得現在的萬點 今天看到了 你是興奮還是不興奮 如果你現在還找不到答案 沒有關係 我待會慢慢的講 我相信你還是一樣 可以找到答案的 家全指數在上一次 還沒有突破萬點之前 在4月23號的時候 在4月23號 我在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家全指數的剖析動作 剖析什麼呢 就是在這邊的一個壓力線 這邊一個支撐線 然後呢 第一個紅圈圈裡面有兩個黑K 而這兩個黑K 一個是10黑K 一個是收十字 在這個地方都曾經來到9503點 9503點 這個地方又來了一次 9503點 投資朋友 如果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地方就叫做支撐呢 我想應該是要有這樣子的一個專業想法才可以 好 到了4月15號 到了4月15號 我在這個地方 也跟投資朋友講 4月15號最高點來到9654 最低9508 金額1135億 1135億 也就是說 從這一天開始呢 就有1135億以上之多了 那這邊所發生的價量 這邊所發生的 一定跟這個地方會有絕對關係 所以說我就在4月15號也跟著我的會員講 不用擔心 只要這三個條件符合在這邊震盪 可以突破這個成交量的話 我們就可以攻上9700點 到了4月23號 我們再來看 4月24號的時候 已經攻到9961點了 為什麼呢 請看這裡 請看這裡 這個叫做軋空 這個叫做軋空 軋空力道推波助瀾 萬點支撐 我當然希望未來的萬點 會成為我們台股的支撐點 台股加油 到了現在 4月27號今天 已經看到1萬0兩點了 萬點已經來到了 萬點來臨 軋空來進 Yeah Yeah 對不對 台股加油 再加油 這個地方呢 投資朋友 我說過 如果今天你有一個規劃是說 萬點來會不會有短線的一些拉回的動作 沒有關係 這是你的規劃 這是對的 但是如果說你把一個萬點 卻想成變成一個害怕的事情 這個就不太對了 我再看看 我們再看這個地方 金融保險 因為台股通的題材 看到了嗎 這就是軋空 這個就是軋空 今天是4月27號 27號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103年12月18號 這個時候金融保險指數 1036點 1036點 從這個地方 一路慢慢拉 拉到這個地方 拉到104年的4月16號 來到了1151點 4個月漲115點 4個月漲115點 投資朋友 4個月金融保險指數漲115點 如果說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去造成 比他4個月還要再快速 你覺得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會比較好 祈禱呢 還是利多 我想這兩個都需要 都需要 但我們要的是什麼 實際面 實際面在哪裡呢 就是軋空 實際面就是軋空 我們看這邊 上個禮拜五 各位看到的金融保險指數 並沒有這麼高喔 線沒有這麼高 這麼長喔 那我們來看 從104年4月16號的1151年 到今天102點 喔不是 到今天1200多點 8天漲了103點 8天漲了103點 我就從這個4月16號 作為一個基準數 從這裡呢 漲上來 到4月16號1151點 從這個地方漲上來呢 8天漲了103點 8天漲103點 這個8天 把這4個月的時間 全部都吃掉了 全部都突破了 所以說你還會懷疑 有題材是做多的徵兆 這個是對 因為它是一個開始 那開始之後 我們的實際動作需要的是什麼 它趕快漲 漲兇一點 對不對 再來看這張 這是電子類指數 電子類指數 行情加上軋空 這個地方才剛開始而已喔 看到了嗎 才剛開始而已喔 但是剛開始 我們的電子類指數 也連漲了三根紅K 連漲了三根紅K 所以投資朋友 家權指數 金融指數 電子指數 這三個指數 在我們台股裡面 佔多麼重要的一個地位 現在他們都可以同步連媒 把指數拉上去 這個時候 你應該要相信 這樣的一個情形才可以呀 以前很少人講軋空 我不曉得為什麼 但是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什麼時候呢 這個畫面是104年3月2號 我上節目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家權 最低9588點 最高9690點 將近9700點 那在這個地方呢 也做了一個相形作業 但是投資朋友 在這個期間 我介紹的股票 從92的原項到120 從萬國18塊到26 迅捷 還有什麼 鄭祥 居民 這些都是突破 突破很新高的 而且呢 都是賺一大波 都是賺一大波的 但是我們的家權指數 在這個地方是一個盤整 對不對 如果說今天我去買到一個大盤的股票 我今天買到一個大盤的股票 那我也沒得賺了 因為他就跟著大盤走 但是我如果去找 不屬於大盤類型的股票 而屬於強勢的股票 從底部上來 這個不是很好做嗎 對不對 未來就是要這樣子做 我們再來看看一檔個股 這檔個股是他一上跪的時候 我就有介紹 而且我還將他的重要股價 做了一次的剖析動作 不曉得各位還記不記得 這檔個股我們先來看一下 新貴的股王 台灣號頂 現在我們就簡稱號頂 4174 在23日星期一 3月23號星期一 上跪掛牌 那這一次呢 他一共有 163918戶參與抽籤 中籤率呢 只有9350個 中籤率約5.6% 他們研發的新藥 OBI822乳癌治療性疫苗 針對女性 所以他這個OBI822 它可以就是摧毀乳癌的細胞 防止癌症的復發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也是他們去研發這種新藥 最大的一個利基點 而且我也跟投資朋友講 潤泰集團總裁尹遠良 加上台灣號頂 董事長張念慈 他們以個人的名義 核資了10億元 又在竹北深醫元區建造 一個是屬於藥毒感菌 肉毒感菌 肉毒感菌 估計這個市場的規模 超過40億美元 那這個藥有多大的獲利呢 一公克的肉毒感菌原料 可以製成3.3億 一公克喔 一公克喔 可以製成3.3億的針劑 一針可以賣300美元 堪稱藥中的鑽石 堪稱藥中的鑽石 那這個是一個利多 但是它的實際面怎麼樣子呢 實際面我們來看一下 104年3月23號正式上櫃 但是投資朋友 重點來了喔 4174號頂 重要價位剖西喔 重要價位剖西喔 這個地方是一個均價 在這個地方 我們鏡頭可以近一點 在這個圈圈裡面 有一些均價 而這個均價 我把它換算成310元 310元 在節目中 我也跟投資朋友講 這個價位 你們一定要記住 我也在這個地方 我也在這個地方 在圈圈裡面寫上了310 寫上了310 寫上了310 所以說投資朋友 310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現在看到的 這一個範圍 我把它變大 這個是今天的4月27號 這個是103年的8月7號 所以說我在這個地方 把它推算出來 我認為這個價位 就是它要開始 好 再看這張 104年3月23號 上櫃日 最高來到378元 最低來到355元 355元 投資朋友 在說明號頂的那一天 我沒有去預測 我沒有去預測 為什麼呢 預測我認為就是賭博 賭博 我認為預測就是拆 拆就是賭博 所以說我那天不是用預測的方式 我是說明 而說明是一個專業的實力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從104年3月23號 就一路下滑 下到這個地方 到了3月31號 它來到哪裡呢 它來到了312元 它來到312元 上個禮拜的這個地方 我也有拿出來 跟投資朋友做介紹 對不對 今天呢 掌聽板 310元 不是我用去猜的 你可以看看 現在 任何一個財經節目 講號頂 他有沒有辦法 像我在號頂 上櫃的那一天 就把他的重要價位 給剖析出來 沒有吧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因為他們不會 剖析出來之後呢 是不是就跌到這個地方 3月31號 來到312元 1170號頂 跟我剖析 股價只差2元 300多塊錢的股價 我只差2元而已 準不準 夠準吧 那我既然在上個禮拜 有介紹號頂 請問 我有沒有去買生技的股票 各位你們想呢 我有沒有去買生技的股票 現在呢 八爪魚股票 讓你數鈔票 這個裡面 就有一檔式生技的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來翻開來看 立峰 那4137的立峰 今天的表現呢 漲停板 漲停板 所以 投資朋友 如果 你現在 想要在股市賺錢 請看我的測標 第一個 你要有我的測標的 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才可以 第二個 我在節目中講的股票 我在節目中 分析 剖析的 它的圖形 它的技術面 每一個都是準的 每一個都是準的 所以我可以在3月23號 大膽在節目中 跟投資朋友講 310 對不對 下面還有什麼股票呢 下面還有很多要介紹給你 我們先進廣告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 一條龍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瞭解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對家人說出 股票獲利的喜悅 你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一條龍投資獲利 數波零二6630-3237 6630-3237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 一條龍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瞭解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對家人說出 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一條龍投資獲利 數波零二6630-3237 6630-3237 6630-3237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一條龍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瞭解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對家人說出 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一條龍投資獲利 四波零二6630-3237 6630-3237 秦謙 不好意思啊 讚你一下 你剛才不是才去過 阿嫂不知道有人介紹 他甚至有剩餘的粉 是水的 就那個啊 古兵市場的阿龍介紹的啊 大哥 來路不明的煙很多是走私的 運送過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質會變差 沒有檢驗的煙 澆油尼古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還逃漏煙酒稅 以及健康福利捐 三年一 豬健康不聚老失業煙 各位朋友 真的每次來上節目呢 真的三十分鐘的時間 真的不夠我講 真的不夠我講 我準備的資料都是當下的 我不會去準備以前的 當下的 我送的資料也是當下的 但是呢 他一定有一個主題 叫做什麼呢 拉回找買點 拉回找買點呢 我也跟同志朋友你講過 盤勢與趨勢的操作方式 那盤勢呢 有兩個 一個是拉回找買點 這個是屬於多頭行情 第二個呢 是反彈放空 反彈放空 這屬於空頭行情 那我們的位置 目前在這裡 我們的趨勢目前也在拉回找買點 所以說 最重要的你要是 五日線與季線的趨勢 下他五日線跟季線的互動關係 互動的關係 才去選擇這些個股出來 我所送的資料都是這個樣子 都是這個樣子 立峰也是拉回找買點 今天漲停板的 4月27號 從這邊一路軋空 各位可以回去把立峰的券單叫出來看 從這邊開盤 一路軋空到漲停板 這是他的軋空力道 還有什麼股票呢 有 還有 這檔股票 印度LED概念股 為什麼是印度LED概念股呢 看這段就好了 冒邪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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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字 最後這兩個字非常重要 這個地位也非常重要 冒邪清點 雷迪克在台灣 LED產業邁向印度發展 所以他們去年年底已經去印度了 去打開他們的市場 去打開他們的市場 所以呢 在這份資料裡面 我也把這一檔個股放進去 我們來看一下 我放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雷迪克 對不對 投資朋友 你有來索取資料的 你一定漲的順序跟我一模一樣 百分之百一模一樣 今天不是他漲停板 我就把它寫上去 今天他不是大漲 我就把它寫上去 雷迪克已經從50元 漲到今天多少錢呢 我們來看一下 5230 雷迪克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漲呢 從這裡 那我什麼時候送的資料呢 在這裡 在這裡 現在是創新高的了 對不對 這些是不是拉回找買點 是 是拉回找買點 所以說 這個題材 在現在的萬點行情 如果你要買股票 你希望買到什麼樣的股票呢 當然是選我的拉回找買點 才可以啊 對不對 因為 這邊 12345678 這兩檔是最重要的 這兩檔是最重要的 這兩檔一定要拉回找買點 只是機會 沒那麼大而已 沒那麼大而已 今天合作的表現 他也創下新高了 也創下新高了 我也希望他拉回 我也希望他被拉回 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好價位進去 對不對 我們要買的 一個要安心 第二個 價錢要對 不是說今天看他跌下來 我覺得他價位低了 我就去買 不是 我們是要看 他跌在那個地方 跌的對不對 如果那個地方是跌對了 他一定有一些 橫盤的整理的動作 而這些整理的動作 會非常非常的平均 你一定要了解這個 我選股就是這樣選的 所以我在節目中 介紹給各位的 都是對的 這個資料 我也送完了 也送完了 立峰 現在生技股 已經出來夯了 那各位剛剛看到的浩頂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他現在的新藥 OBI-822 乳癌治療性疫苗 在這個地方呢 針對女性 用途呢 我們來看 OBI-822 為癌症治療性的疫苗 屬於癌症主動免疫療法 主動免疫療法 在耗底裡面是一個新的做法 以細胞癌變得多糖體抗原 Global H為標的 誘發人體免疫系統 產生抗抵 人免疫系統產生抗抵 這個就是因為 癌症主動式免疫療法 才會有免疫系統產生抗抵 活化毒殺性T細胞 進而摧毀乳癌細胞 防止癌症復發 防止癌症復發 所以 你有沒有看過其他的新藥 有寫防止癌症復發的 有沒有 很少 大家大概就是 做一個壓抑動作而已 但他這個有一種治療效用 治療效用會好的那個狀況 所以說 在這個地方 從他剛上櫃 我就在節目中跟大家講 請到310左右的時候再來做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是不是這樣子跟投資朋友說的 這個圈圈 這個圈圈是我在104年3月23號 我們的生計股王正式上櫃的時候 我寫在這裡 那投資朋友你請問一下 為什麼我不去畫這個呢 我不去畫這個呢 我不去說明這個呢 為什麼我要在這裡說明這個呢 這就是你不知道的事了 所以你一定要選對位置 看對位置 你才有辦法知道說 你去買進的那個價位 到底是對不對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環 不是說我今天我有空我就去買 我明天沒有空 那我可能就沒有辦法買了 它不是7-11的東西耶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那個專業才可以 我在這邊也畫了一個圈圈 102年10月30號 各位現在你看的這些圖形 是它新貴的圖形喔 是它新貴的圖形喔 就像這樣子喔 這些圖形是新貴的圖形 好 到了這個黑K 到了這個黑K 就是104年3月23號 跌下來 跌到3月31號 這邊拉了一個下影線 這邊拉了一個下影線 而這邊的價位是312元 312元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這個畫面就在這裡 3月31號 最低312元 最低312元 就在這裡 對不對 那我上個禮拜 還在這邊 跟投資朋友講 到了這張圖卡的時候 到了這張圖卡的時候 我還跟投資朋友講 他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的表現就是這樣子的 那我送給各位八爪魚的股票 其中有一檔 其中有一檔 就是生技股 就是因為在這個地方 我研究了浩鼎 所以才會在那個時候 把資料送給各位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浩鼎 已經是在4E系列裡面 一個股王了 那他勢必一定會帶動 這個族群 所以我希望同學朋友 如果說今天 你手上有生技 或者是你想要買生技 或者是你現在 所處於的位置環境 不舒服 老師常常凹單 或是追高殺低 我非常歡迎你 我非常歡迎你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贈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數位機上和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和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 一條龍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了解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對家人說出 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一條龍投資獲利 速播 026630-3237 6630-3237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隨吳老師 一條龍投資獲利心法 讓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了解振大錢的選機 大聲對家人說出 股票獲利的喜悅 您一定要來親身體驗 吳老師的一條龍投資獲利 速播 026630-3237 6630-3237 回國21天內若出現不適 請先撥打1922防疫專線 1922提供24小時國內免付費的 傳染病電話諮詢服務 預防疫波拉等傳染病 非必要請勿前往疫區 若必須前往 不接觸禽鳥 野生動物 或接觸病人 不身影生食 注意個人衛生 若時勤洗手 咳嗽戴口罩 疾病管制署關心您 欸 寶貝啊 我們賺點錢 你都存在哪 對啊 而且是我在做存款保險 知道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險最高保護為新台幣三百萬元了嗎 我知道啊 然後不只是台幣存款啊 還有外幣存款都納入保障了耶 先生 你是幫我說這個幹嘛 我是想 想說我們差不多可以結婚了吧